讲解一下,主要就是48伏的电动车,它的大概的电路结构 首先这里呢,就是我们的电源部分,电池组 48伏电池,四块电池串联起来以后 副极直接接到了控制器里面 正极经过了空开以后 空开就相当于保险,经过空开以后 分为两根线,一根粗的,一根细的 这根粗线直接接到了控制器里面 但是这根细线呢,只经过锁头 前面跟大家讲过的,这个48伏控制器里面 它们内部还有一个开关 这个锡线就是控制内部开关的 那么锁头线过来以后,右分为接了两根线出来 一根是接到控制器里面 另外一根呢,分别是接的转发器还有电量表 转发器呢,这个是给这个灯光部分提供电源 电量表呢,这里的电量表呢 它是跟这个电池的电压,它是相同的 只要电池有电,它这个电量表上面就能显示出来 电压跟这个电池是一样的 电量表不受转换器的控制 它本身就是48伏的 36伏的车子呢,它的电量表是36伏,48伏的转换器呢 转换器呢,就是把48伏的电压转换了以后 分别给大灯,喇叭,闪光器,刹车开关等等提供电源 提供电源 这里面呢,其中闪光器呢,电源从转换器进了闪光器以后 然后再接到了转向灯开关里面 所以转向灯开关呢,接着转向灯以后它可以闪 首先是经过闪光器,然后再经过转向灯开关 控制部分的电路呢,比较简单 首先,电源接到控制器里面 那么剩下等等,主要送给 接着电机,控制器接电机 控制器接转把,控制器接杀把 主要就是紧张线路 一般更换控制器以后 基本上,这四种线路全部接好以后 这个电动车就可以正常工作 电源,电机,刹把,转把 这四样线接好以后就可以正常工作 目前市面上销的控制器呢 主要是通用型的 它一般只有这四种线路 转把,刹把,电机,电源 只有这四种线路 有一扫公用车子的 原厂车它可能有一种 就是说在控制器上面 接着这个开关 接着这个灯光 接着这个速度表 但是现在用这种控制器的比较少 一般的用的控制器的都是通用的 在我们更换控制器之前 如果它的线路比较多 如果我们分不清楚它是什么功能的话 首先我们第一个 先用万一表 分别测量各个线路 把它刹把,转把 这四种线 电源,电机,刹把,转把 这四种线全都长出来以后 然后再把原来的线拔掉或者剪掉 不要盲目的先把线剪掉以后 然后再来分它的线 那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找不到它的线 不知道哪一个线起什么作用 这样的话就会很被动 一般的我们就是先把转把,刹把 电机,电源线全部封滑以后 然后再把线剪掉或者拔掉 充电接口呢 它是直接连在这个电源线上面的 直接连在电源线上面的 经过空态以后直接连在电源线上面 所以说充电接口它不经过锁头控制 也不经过空态就控制 充电接口呢 只要电池有电,充电接口 线路没有断路的话 充电接口上面都能测出电压来 都能测出电压 如果这里测不少电压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第一是分开没有打开 第二就是中间的线路的断路 或者是电池接着串连线路出现断路 把整个线路全部组合起来以后 那么就是电源部分,驱逐部分,灯光部分 电动车的电路总共只有三个拉部分 我们这里呢主要是讲的线路上面的故障 机械故障呢 因为电动车的机械故障比较少 我们这里呢就不多重点 主要是讲一下线路上面的故障 电路原理方面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讲的呢都是一些 我们比较传业的故障 怎么样出现了什么故障 我们怎么样去排除 我们怎么样去排除 用了些什么方法 从哪个部外开始排除开始 下面呢我们就着重讲一下这些问题 现在呢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呢 是泄露大灯的故障 开大灯的时候呢 电机不工作 如果把大灯关掉以后 电机可以正常工作 我们白天洗准的时候 很正常但是晚上把大灯打开以后 这个电机就不能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电机没有打 大灯没有打开的时候 电机可以正常 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把大灯打开以后 那边的电机会儿把我们没打开的 打开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